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API Gateway的视频 今天是第五期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建立完整的HTTP的API 在上一期 小马带您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HTTP APM 对不对 今天咱们做的复杂一点 好不好 咱们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HTTP的API 咱们马上开始 好的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跟刚才的标题一样 建立完整的HTTP API 该怎么建 咱们系统结构是怎样呢 马上进入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个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从零开始完成的整体的架构 咱们看一下 用户在左边 对吧 用户通过控制台 通过他自己的应用程序 然后访问过来 进入到咱们API网关 咱们接收到用户的请求之后 把数据向后传递 传给谁 传给咱们后端的一个LAMD函数 LAMD函数 根据用户的请求方法和路径不同 咱们的LAMD函数 会动态的调用后端的DynamoDB 处理完数据之后呢 把结果再返回给用户端 咱们大家都知道 DynamoDB呢 是AWS的一款主推的 NoSQL的数据库 也是非常的强大 也是今后咱们学习的一个重点啊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带着您去完成这整体的架构 该怎么做呢 大家请看 我给大家分为这么几个步骤进行讲解 首先说 咱们一个个看啊 咱们先建一个DynamoDB的数据表 或者说叫做集合 是这样 一般咱们在关系型数据库里面 咱们都叫做表 一般咱们在NoSQL里面呢 咱们都叫做集合 这地方其实我们也把它叫做集合 但是叫做表也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咱们DynamoDB里面 Amazon的控制台就把它叫成表 那么咱们就叫成表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建一个Lambda函数 建完之后呢 咱们再建一个HTTP API 建了API之后 咱们再建立相对操作数据库的增山查改的路由 建完路由之后 咱们呢 把路由和咱们后端的Lambda函数进行集成 集成完之后 咱们把集成呢 再附加到各个路由之上 都做完之后 咱们呢 就可以来测试咱们的API 好吧 今天内容呢 有点多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我呢 就给大家从零开始演示整个的架构过程 好的 那么咱们再操作视频 再见吧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